有49个非洲国家 最近跑到了美国华盛顿 去开所谓的美非峰会 这场高峰会里头 我们看到拜登 那当然他在里头 也答应了这些非洲国家 要投资 要给一些所谓的贷款 可是很奇怪的是 他只字不谈中国 中国这两个字 他完完全全没讲 那美国人自己就在说 奇怪了 拜登政府必谈中国 那就很像哈利波特 若大家有看的话 佛地魔这三个字不能讲 讲出来这个大魔王就糟糕了 他们到底是怕中国 还是讨厌中国 还是说他觉得非洲 现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太紧密了 那美国在后头追赶 这是一个丢脸的事呢 我们看布林肯 布林肯他怎么说 他说美非峰会 我们不会要求伙伴们 选边站 是向非洲提供 真实的伙伴关系 这个都是open的 你们要跟谁建立关系 那都是OK的 我不会强力要求你 可是我们来看看 包括过去一年 美国在全世界做的外交 其实某种程度都要求 这些国家最好 跟中国某种程度化清关系 选美国这一边来站 包括你看到 5月12号的东协 包括11月的G20 你都可以看到 这些峰会里头 美国都希望盟邦 牢牢的跟着自己 当做自己的这个盟友 跟小老弟 跟中国大陆 跟苏俄 跟俄罗斯 对不起 跟俄罗斯 基本上要有一条红沟出来 包括你看到日本握手 包括跟这个南韩 都大卖中国威胁论 可是到了这个 所谓的美非峰会 跟非洲国家 跟非洲小老弟 独独不提中国 这到底是为哪装呢 非洲这一块 过去有人说是黑色大地 有人说它是全世界 最没有开发的处女地 现在各国都在抢资源 因为毕竟这块黑色大陆 可以说资源丰厚 而非洲 其实他们自己 有自己的看法 包括你看到的非盟 这个轮值主席 你可以看到他说什么 他说不要让人告诉我们 不要跟谁谁合作 我们想跟任何人合作 以及贸易 南非的学者自己也讲了 峰会成功与否决定拜登 取决于拜登 是否愿意平等对待非洲 而不是大哥告诉其他国家 该怎么做 你过去把非洲当作一个 遗址气使 呼之则来 挥之则去的一个角色 可是不行 你现在必须平等来对待我们 我们来看看现在非法 士族还在卡达举行 现在已经进入冠军赛了 其中有两个队伍 全世界都在看 四强 法国跟摩洛哥 那当然法国赢了 不过在他们在踢球之前 其实很多人都来比喻 这是地缘政治跟 这个士族跟地缘政治的缩影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摩洛哥 过去曾经作为法国的殖民地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一路一路过关斩将 踢进了前四强 这个很难得 摩洛哥作为一个北非的一个国家 那当然他资源不是那么丰富 今年对决法国被视为复仇的机会 可是最后虽然输了 虽败犹容 而过去摩洛哥跟法国 有百年的恩怨殖民史 19世纪的时候 当时法国非常的强 他侵略非洲 包括摩洛哥在内 那个时候 摩洛哥被破签了 所谓的这个非司条约 所以后来摩洛哥成为 法国的保护国 保护国跟殖民地 还有一点点这个程度上的不同 保护国比殖民地好一点点 你也可以看到二战之后 法国也征召了摩洛哥人 去入伍 去打仗 可是现在法国跟摩洛哥 那当然关系非常紧密 法国境内也有很多摩洛哥人 摩洛哥的地位 那就不可言喻了 不用多说了 他地位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在直布罗头海峡这里 控制的这个海峡 所以这个摩洛哥在这里 直布罗头海峡在这里 所以中国其实 也跟他们牵了一带一路 直布罗头海峡是 进入大西洋的门户 过去摩洛哥被认为 比较亲西方 包括法国 可是后来因为 这个法国跟阿尔及利亚的 这个交好 或者是比较关系紧密了 而摩洛哥跟阿尔及利亚 又是世仇 所以现在 摩洛哥跟阿尔及利亚 有一些军事的对抗 也成为美中俄的角力潮 我们看到了士族 所衍生出来的地缘政治的 一个复杂度 另外我们讲了很多次的 在沙烏地阿拉伯 在中东这一块 我们看看到底 有没有可能未来会变成 人民币结算石油 有没有可能 人民币油源会实现呢 习近平跟海河峰会 跟这个海河峰会 握握手 跟沙烏地阿拉伯 这些王储握手之后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要提议买石油天然气 用人民币计价 可是很奇怪 在这个所谓的海河峰会 完了之后 不是有一个利亚德宣言吗 正式要写下来的文字 没有这一句 没有这一句 所以有一些媒体就说 习近平的倡议 被沙国打脸了 因为沙烏地阿拉伯说 现在还不是时候 说这件事情 那人民币油源 是不是只能说不能 只能做不能说呢 大家默默做就好了 不要写在宣言里头 也不要文字化 就私底下进行 那是在投鼠记气吗 那是在担心什么吗 那另外我们看看 包括在最近中国跟印度的 这个有一些边境上面的 一些冲突 12月9号为了要拆钢绍 你看到这张图 中国跟印度的军人 在高山上打起架来了 那时间点很诡异 就在美印的战争准备 军演落幕 这是在美国 印度 他们也在高山上 前一阵子而已 联合演习 包括美国的 美军的第11师空降师 也在这里教导 或者是跟印度军人合作 那时机点 也发生在习近平访问 中东之际 所以非常的巧合 也非常的诡异 五爪大厦也说了 会密切注意中印边际的事态发展 所以美国 美国也在全球的布局 我们现在看起来 有一些冲突 有一些合作 有一些虎视眈眈 有一些投鼠机器 来问一下两个 两个怎么看 这个美国跟非洲的峰会 他不只不提中国 他也不提俄罗斯 就知道 坦白讲美国就是知道 有几个区块 他已经输人家了 东南亚 东南亚你去 去围堵中国看看 人家也不愿意表态 南太平洋 南美洲 还有非洲 我觉得这个就是 坦白讲拜登已经算努力了 川普的时候 怎么说非洲 说人家是粪坑 所以拜登算是很努力的 他这次也提出了 550亿美元 可是坦白讲 已经死不合遇了 551是三年 而且包括健康 经济 还有安全 三大方面全包 非洲有54个国家 非洲人口有12亿多 我跟你讲一个数字 你就知道 美国跟非洲越走越远 他2008是第一大贸易伙伴 大概是1400亿美元 2009被中国超过 结果美国去年跟非洲的贸易 只剩下640亿 他2008是1400亿 一路掉掉掉掉 掉到剩下640亿 中国是20091500亿 去年是2600亿 反而往上 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是啊 结果人家现在是你的四倍多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越来越保护主义 你为什么不开放你的农产品市场 这刚好就是美国绝对做不到的 刚好保护农民 不然非洲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口 对 对不对 事实上东南亚也是一样 东南亚大部分国家 出口主要是农业 除非是像越南有一些工业制品 你美国也不愿意开放市场 是 所以光是这一点 我又认为很难竞争 中国大陆去年11月宣布 未来五年要买东南亚 3000亿美元的农产品 好大的一笔钱 五年 可是这个才是人家需要的 你美国如果不能够开放市场 就很难 中国跟沙特阿拉伯是这样 习近平是在海河会 做了主题演讲 提出了中国的企图心 中国跟海河会的联合声明 并没有提到石油人民币 对 没有错 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 所以是中国表达态度 可是你要看一些未来的细节 因为就在同一天 那一个阿拉伯人 他这个商人 他到义乌下了一个订单 他用人民币叫跨境支付 从阿拉伯寄出去的订单 然后阿联酋 有木耳班的原油期货交易所 他要跟上海对接 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这个议题太敏感 尤其是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跟美国那种关系 太密切了 所以是只能做不能说 是这样吗 我认为他会用本币互换 那不会特别去说 这个是要买什么 因为他毕竟还是要跟中国买基建 买民生用品 当然里面也会包括石油 可是他不会像 比如说中国跟俄罗斯签 原油采购合约 就直接注明说要用欧元 我觉得沙特阿拉伯不会这样做 因为这样太刺激了 对 好 来 请教诚哥 我很支持刚刚亮哥的说法 就是说我上过亮哥的课 他提过说 你胆敢把15美金的架构改掉 你就准备被杀 没错 你说过这个故事吧 被推翻了 阿拉伯想一想 我干嘛在做冲着这件事情 没错吧 对不对 好 但是他们有没有做 他绝对是ING 绝对是ING 刚刚亮哥讲的本币结算 是最好的招数 因为我所知道 当初彩虹4 彩虹4的人民 就直接这样子做的 所以不要说 做就好了 尤其是10元人民币 这绝对不要讲出来 你持有这两个事情 都不要讲出来 你做就好了 事实上现在人民币 到底能不能作为一个 重要交换的货币 还有一段路要走 因为除了这个交易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外汇存体里面 各国外汇存体里面 人民币所占的比例 这个比例如果不够高 其实人民币还没到 那个位置上面 所以这件事就ING就好了 我谈一下中印边界的事情 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 给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觉得是某种程度 被放大再放大 所以是小冲突 我们不能讲它小 还是个冲突 也是中国大陆 我目前跟它周边国家 唯一的冲突 为什么我讲说这个冲突 不用把它放得那么大 是因为他们在用 新石器时代的方式在互打 印度没有什么武器 中国大陆没有武器 干嘛用新石器时代 我的意思是弓箭 石头跟木棒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打 基本上就是有节制的一件事情 既然有节制 它就不至于会变成一个大事件 尤其现在冬天到了 冬天到了 就算打打架 因为喝醉酒打打架 也很快就结束了 我讲一下整个美中 美国跟非洲的关系这件事情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因为这边标题上写说 为什么不提中国 他也不提俄国 对 他在召人家来的时候 两个都没有提 可是后来我今天早上 follow跟追踪一下这个新闻 拜登他们都到了 拜登大提特提 这有趣了 当时找人家来的时候 都一字字不提 来了就大提特提 提什么呢 提一样的话 我们没有意思要跟中国对立 我们没有意思要跟 你讲给谁听 谁听得懂你 你明明就在做这件事情 好 我观察到第二点在哪里 就是说很神奇的 他为什么要把国防部长 拉到这次的高峰会议里面去 非洲 非洲要跟谁打仗 谁要在那边打仗 他这次把国防部长 人家常常讲2加2 就是外交部长加国防部长对谈会 他干嘛把国防部长拉进去 所以表示美国在心里面 已经对那边所谓 国防上面军商的战略位置 他有所忌惮 他才要把国防部长拉进去 第三件事我看到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蛮有趣的 这一次之后 我在观察 因为最近美国办了很多这种 地区序的高峰会 譬如说美洲的 当然美洲的 譬如说东协的等等 阿拉伯的高峰会 阿拉伯那边他是 中东他是在拜登过去了 可是在南美洲那一次 他是把人家叫到华盛顿去 叫去 东协的也是叫去 然后再被照当相 我那时候在节目聊 他召大家来做个一日语 一日语 我关注在哪一点 他这次跟非洲 在高峰会之后 到底有没有跟哪个国家 做双边会谈 目前当然是没有 好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点 因为你从那些国家的手里来看 你叫我来华盛顿一日游 然后干嘛 就走了 人家看到的是你的傲慢 美国的傲慢 也就是美国这次召开 这所谓的美非高峰会议的结果 其实很难达到他预期 想要刚刚算说有些资金的注入等等的 想要达到那个成果 其实是有一段距离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想说整个这样加起来 就是说 其实我在观察另外一件事 这些非洲的国家 将近45个去 小国家在那边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是在表现的一件事情 就在大国博弈中间 他怎么样小国 怎么样做小国外交 中国对我不好当然好 你美国对我好 非洲并没有拒绝你550亿的投资 你投资很好 对 你没有拒绝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台湾也可以借进 在这种大国博弈之下 小国外交可以怎么做 是 来 董哥 你可以看到 其实美国跟非洲 上一次的高峰会议是欧巴马时代 这是第二届 中间当然隔了一个川普 川普当然非常看不起非洲 他是非常鄙视 所有的资源都不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年来 美国的单边主义 自己对贸易的一些障碍设限 其实让很多过去的国家 大家就跟他渐行渐言 这种情况 其实拜登想挽回来是没办法 你看非洲54个国家 欧洲46个国家 美国有欧洲那么夥伴 他在联合国投票 为什么每次都输 因为光非洲的人 就把你所有的盟友都已经盖过了 非洲的票都支持中国大陆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美国现在要去拉人家 他其实讲的话都很空泛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国家跟美国关系 这些年来真是 真是越走越远 因为美国太自私了 当初你九要要被人家攻击 全世界 尤其欧洲大家都这么挺你 结果你是怎么去出卖 上个礼拜 世界贸易组织裁定 美国对于钢材 对于理财 加重关税25跟15 裁定你是违法 台湾是很少人在报道 说我们要跟世界贸易组织说 他不卖鱼给我们 不准我们去卖鱼 我们再讲半天 世界贸易组织最近的决定 就是上个礼拜这个决定 美国人欺诈了 但是美国因为他一直是抵制 世界贸易组织 等于说他的上级的审判单位 他故意背隔 不让他的法官的数量够 美国其实是非常卑劣的 你看中东的情况 他最清楚 阿拉伯国际跟他 关系这么密切 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的石油 是不是要用人民币 我觉得他会慢慢的扫量 慢慢的扫量 因为他现在中国大陆 跟阿拉伯买石油 大概占他的百分之二十七 那他会少量 慢慢的有多少慢慢的增加 阿拉伯为什么对美国这么反感 其实你观察这些年来 观察这些年来 他的情况就不一样 阿拉伯是要干预夜门的内战 美国不支持 他就觉得你这个影响到我的安全 然后你在美国最近要跟伊朗谈核协议 那他是死对头 你还跟他谈核协议 你是准备让他用核子弹来对付我们吗 他们跟美国反应 没有下文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其实很影响说 阿拉伯这些国家 尤其沙特阿拉伯 他更不能接受 尤其美国从阿乌汗撤金 那表示你不是一个好的伙伴 你美国在撤金时候 阿乌汗被你扶持的 这个国家都不知道 半年起来到 这个经营怎么人都跑光了 美国军队都跑光了 怎么会这样 其实他最主要关系 当然是那时候的哈绍齐事件 对不对 哈绍齐事件 结果你们美国趁机去热手阿拉伯 叫他逼他买了多少武器 就这样 那当然为什么人民币这个会敏感 阿拉伯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 沙奥地阿拉伯 很多人存钱都存在美国 都用美金 可是这次俄务战争 亲眼看到你把俄国这个冻结 那冻结 不管企业或个人 你想冻结就冻结 那我用你的美金 我不是很危险吗 那我如果用人民币是不是很安全 特别安全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的思考 今天会变成这样 就是你美国这几年变得太坏 美国不是我们过去认识的美国 它是一个背信忘义 然后自己为自己的自私 到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国家 美国这次众创众 美国这次众创众 是这次众创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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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这次众创众 来说